你本來這邊多少錢交到 緩步走下樓梯 80歲的遠雄集團創辦人趙騰雄 近年因弊案纏身 加上健康狀況身形暴受 不過現在他將手上所有遠雄尺骨 全部出清 正式退居幕後 董事長你最近身體狀況還好 還好 謝謝 趙騰雄上個月才申報尺骨轉讓 一口氣轉讓2886張457骨 現在又傳出二度申報轉讓1959張457骨 有效轉讓期間自8月24號到9月23號 持股占比0.37% 是否和大巨蛋官司不樂觀集合集團切割 不僅引發外界傳測 連股價也下挫3.55% 收在78.7元 大家在檢視了之後 會認為說遠雄集團 這些東西跟趙騰雄綁在一起的時候 看起來這個弊案就很難把這個標籤摘下來 所以這個趙騰雄把他全部都移轉出去的 其實比較大的意義是在於說 一方面除了兒子接班之外 第二個是讓希望遠雄集團 可以在人們的腦袋的印象裡面 這些弊案的負面形象 可以慢慢慢慢地淡出去 事實上趙騰雄因多起官司纏身 包括桃園合一住宅 苗栗祖墳侵占國有地 大巨蛋爭議等 早在二零一八年 就已經交棒給長子趙文嘉 趙騰雄去年董事會一次都沒參加 如今又出京持股 也讓遠雄集團正式邁入趙文嘉時代 你是新聞總科報道